蔣家第四代唯一还活跃在台湾政坛的人 就是国民党亲民代蔣万安 他的家族背景始终是焦点 现在又有惊人爆料 王继春生前交了一个女朋友姓张 后来有未婚怀孕 那么生了小孩 当时生产的时候 他曾经应邀去当宝人 这个日记从他的文艺的叙述很清楚 就是说两个小孩不是他的 蔣经国在日记上亲笔写道 后来竟有人误传 此卵子唯鱼所出 说蒋孝言蒋孝慈不是他的儿子 等于蒋万安不是他的孙子 而是好友王继春的 日记原文先称赞好友王继春 接着写道 王继春在世时曾与张姓女子 也就是蒋经国的婚外情对象张亚若认识 张亚若未婚而生下双胞胎 张亚若在桂林生产时 蒋经国曾带好友在医院做保人 后来竟有人误传 双胞胎为蒋经国所出 张亚若病逝后 为纪念王友之情 蒋经国仍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 2002年 当时蒋孝言从张姓改为蒋姓 拿着身份证感动落泪 强调终于能为王母张亚若完成心愿 如今得知蒋经国日记的内容 蒋孝言也很震惊 不过黄青龙和蒋孝言认为蒋经国可能另有目的 担心像他这样的一个婚外情的事情 如果传到父亲的耳中 这个肥短流长 这个有可能都会影响到这般的大忌 那刚看知道了之后是很惊讶 很惊讶 然后他也有一个反应就是说 不知道如果他的母亲还在的话 有知道这个记载会有什么反应 他认为说可能会很难过吧 很难过的 不过他第一个判断也认为说 应该是写给他老蒋看的 黄青龙还提出疑点 张亚若在桂林生下双胞胎一周后 蒋经国收到相关电报 日记里说自己欣喜至极 如果蒋孝言蒋孝思不是其孩子 日记里为何会欣喜至极 而且张亚若产子时 蒋经国在干难 不在桂林的他 要如何为好友王继春做宝呢 黄青龙认为 蒋经国在11年后的日记所在 不能排除撒谎的可能 目前蒋婉安对此不回应 而如果要求验DNA 必须得到蒋方质疑和蒋孝言两家同意 有相当难度 蒋家背景再被蒙上神秘色彩